祈求 等一下 我們就把時間交等我們的禪道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真的是這一句經文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那我們可以說 什麼讓我們覺得很開心很喜的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事業 往上有一個成果的時候 有一個漫進的時候 是我們開心的時候 結婚這不用說 對學生而言 什麼 金榜皮靡 然後呢 有好的成績 不只開心 當然有好的成績 爸爸媽媽也開心 我們也認識的 還有 有好的健康 是吧 沒有好的健康 我們沒有辦法洗 好 還有呢 哇 現在這個可能對我們很重要 下雨 有沒有 最近有下雨大家都覺得 哇 好開心 所以這些事情都讓我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們再給他仔細的想 這些事情是真的讓我 是喜樂的嗎 有時候可能怎麼樣 我們環境一變化 我們環境一變化 一抽走一個元素在裡面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當中 你的喜樂就消失了 我們其實都知道說 我們不喜歡自己很掛慮 但是事實上怎麼樣子 事實上我們人是容易掛慮的 不管你的知識是樂觀的 其實我們人是容易掛慮的 雖然說這一段經文我們早上講 很熟悉 我們要洗了 但是呢 其實我們人容易掛慮 我們可能會掛慮什麼 我們會掛慮健康的問題 掛慮工作經濟的問題 掛慮對方伴侶配偶的情感問題 我考試考的好不好 當然我們現在這邊 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這考試對我們很遠 但是你別小看學生 學生他考試很重的 如果考不好的話 沒有辦法對爸爸媽媽 沒有辦法對老有師交代 可能這樣子的壓力 不像於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壓力在當中 但是保羅在這裡 在今天的早上 我們讀的這一段經文 他卻透過保羅來說 我們要一無掛慮 還要怎麼樣子 還要常常喜樂 可見喔 上天不會去吩咐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一定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那既然是這樣說的話 為什麼 我怎麼會這樣子煩惱的 有可能在當中 我們會覺得說 剛才我說 剛才我所說的 我不會 我獨獨自一件事情 我感到會憂心 會操煩 我可能操煩 兒女的婚 婚事 操煩我的工作 我的經濟 操煩我的健康 我只操煩這件事情 但是真是有可能這樣子嗎 不太可能 人都是這樣子 掛慮一件事情 但是其實 當你掛慮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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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加進來 然後就搞得自己很沉重 甚至沒有喜樂 沒有徬徨在當中 但是今天的經文 一剛開始 就這麼提醒我們 其實一無掛慮 並不是指說 我要逃避我的困難 我要拼拼有命的 消極的態度 並不是這樣子 但是呢 他這裡講到的是 我還要常常喜樂 常常喜樂的秘訣 常常喜樂 就是在任何的環境下 我都能夠保持一個 平靜安穩 這種歡歡喜喜的心 在裡面 我們可以說到說 喜樂 靠主喜樂 靠主喜樂 其實喜樂的生命 是一個生命的見證 我們一說到靠主喜樂 就是怎麼樣 在基督裡的靠主喜樂 可能我們剛才讀的這一段 經文的後面 後面的那個 同樣都是菲律筆書的 我們都很熟的 是怎麼樣 後面的是 我靠著那加給我的力量 我知道主在任何的環境之下 靠主就是在主裡 我記得 同樣的前兩個禮拜 我們在這裡 有彼此的分享 我們跟主的關係 其實就像葡萄 跟枝子的關係 同樣今天早晨 這一段前兩個禮拜的進去 我們再一次的複習 再一次的進入到 我們的裡面 其實 我們既是他生的 就是要與他連連結 在他裡面 特別是門徒 門徒我們都是 因為耶穌基督 成為他的兒女 不只成為兒女 還成為他尊貴的兒女 成為他的門徒 但在今天 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上帝告訴我們什麼 上帝告訴我們 祂是用命令的說 我們要洗的 你想想 這是上帝對門徒的命令 我們要洗的 我們要洗的 你知道其實這一段 我們剛才今天早晨讀的 這一段經文是什麼 是菲律 是保羅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其實我大概簡略的說一下 其實菲律比教會是一個保羅 想到就歡喜的教會 其實有的教會 並不一定是他想到就歡喜的教會 但是菲律比教會是他想到就歡喜的 但是他們裡面還是有一些不合的狀況 但是我們在看到保羅寫的這一段話的時候 你們知道他處在什麼環境之下嗎 其實他的背景是在《使徒行傳》的十六章裡面 他怎麼樣子 他是在一個被囚的 被關在監獄裡的環境底下 他的困難比菲律比教會弟兄姐妹面對的問題 更是大的 但是 他把他的經驗 他把他的經歷 寫下來 告訴他們 鼓舞他們說 你們要洗的 甚至呢 我們可以在看他的經歷 背景的時候 其實他在被關的時候 我們一般人 在一個很苦苦的環境 受到壓迫 受到拘束的環境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洗的 但是我們知道 他在十六章 他沒有提到 他是怎麼樣子 他能就在監獄被關 比菲律寫信給 菲律比教會的弟兄姐妹還要苦苦 他能就在那邊 祷告 讚美上帝 以至於怎麼樣子 那個 就十六章 對 有人講的 那個被關的門 就打開了 連御主都嚇壞了 怎麼會是 這麼一回事 準備要自殺 所以你有想到 保羅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 靠主 靠主喜樂禱告 向你為他開了路 甚至是 那個逼迫他的 反對他的不安 那我們可以講到說 喜樂 喜樂什麼是快樂的人 有一個很著名的 沒有大王的女兒 人家常常就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是世界上人所羨慕的富人 為什麼 你是人所羨慕的富人 因為有錢啊 你一定很快樂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回答什麼 他居然回答說快樂 快樂 我們可以用錢買得到嗎 如果買得到的話 很多不快樂的事情 金錢 都應該是可以改變 但他很誠實地講說 我是不快樂的 你可以告訴我 我羨慕我 我的人 我是不快樂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幸好 我們有主可以依靠 我們是快樂的一群人 我們是快樂的一群人 因為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壯膽 把我們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起碼金句上面 是怎麼告訴我們吧 甚至什麼 來到這裡 看到弟兄姐妹互相聯絡 互相交文 也感到讓我們很開心 很快樂 但是呢 雖然金句這樣子說 可是 有時候我們還是 背著重擔 又回 又回家 背著重擔 但又回去 所以 今天 這一段話 就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一起來念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 借著祷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可告訴上帝 只要 只要是什麼 上帝叫我們做什麼 上帝只要我們做什麼 只要我們 祷告祈求跟感謝 但是常常我們都是顛倒過來 我們常常有可能 忘記 祂只要叫我們做的這麼簡單的事情 祷告 祈求 感謝 我們常常把那個過程的順序當中 把我們擔憂的 變成是最高的 把我們煩惱的 把我們的重擔 是刻放在我們的前面 是高過於我們的 忘記 祂在這邊講的 只要 同時剛才我們講的說 主盡了 主盡了 其實 兩千多年來 我們還沒有看到耶穌的顯現吧 還沒有 主盡了 祂不是指說 時間上的 主盡了 主盡了 是表示什麼 其實是 我們在裡面 去依靠祂 在裡面 盡了 比如說 其實表現是一種依靠 它原本的意思 是依靠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 我們常常 忘記 上帝只要我做哪一些簡單的事情 只要我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通常都把順序 顛倒 我們可以說 禱告是什麼 我們是祂的兒女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是 怎麼樣子 是 祂的兒女 是有用福的 因為詩天上面 有這樣說過 說 我們是有福的 英雄 是祂的兒女 在裡面 祂不只 在這當中 讓我們有恩典 有福分 同時我們剛才講的 祂只要我們祷告 祷告是什麼 祷告其實 祂是一種 相信 你願意相信嗎 你願意只要單單的 相信 只要依靠主 這是考驗我們 考驗我們的理性 我們通常 有時候會忘記這麼做 忘記只要 所以其實祷告什麼 祷告是讓我們學習 去相信祂 去依靠祂 祷告是讓我們學習什麼 學習我們跟上帝 去做對話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 不只是 我所謂的對話是 把你的事情交通祈求 同樣的也給祂時間 讓祂 在我們裡面 安靜的 互相 雙向的 一個交通對流 祷告 主人是相信 依靠的 其實祷告是什麼 祷告是享受上帝 在我身上的作為 享受上帝在我身上的作為 單單相信祂 只要做這麼簡單的事情 相信祂 然後呢 享受祂在我身上的作為 這一個人是誰 強之怒了 強之怒了 是很有名的一個 祷告的勇士 有人點點頭 有人可能知道他 他 在 他的自傳裡面 他有提到 他其實他是一個 養育孤兒院的一個傳教士 他還有牧養一千 一千多個 一千五百多個以上的孤兒 但是為什麼他會被人家稱為是 祷告勇士 因為 在他的傳教的生活 在他牧養這一件的過程當中 他從來沒有跟人家開口去要過資源 在這當中 那他在 他會這樣子成為 寶寶勇士 有一個 在自傳裡面有一個 很特別的 特別的事情 就是 這樣子 有一次 真的沒有食物了 真的沒有了 怎麼辦 十二點就快要到了 還是沒有食物 就在十一點鐘的時候 他的同工就問他說 該怎麼辦 已經快要到 用餐的時間了 他要供應這麼多人 供應一千多人的孤兒來用餐 結果呢 他就跟他的同工講說 怎麼樣 請你等到十二點 之後呢 之後他就進去房間裡面 祷告 那真的 因為這是他的自傳裡面有描述 就真的到十二點的時候 真的是 懇求上帝送來午餐 結果上帝用什麼方式 一定是有送過來 所以我們不會在這邊 知道他是祷告勇士 也不會舉這個例子 結果是怎麼樣子 在他祷告的時候 真的就是到十二點的時候 外面有馬車的聲音進來 那為什麼會有馬車的聲音 原來是怎麼樣子 他們去問呢 問說這個 為你來拜訪我們 做什麼 原來是隔壁的 原來是他們 原來送這個餐的人來講說 因為他們是麵包店 隔壁濕火了 他們很煩惱 不知道這下子這麼多的食物 要怎麼處理 正在煩惱當中 他們想到了 喬治木勒所牧養的孤兒院 就把麵包送過來 其實 他的故事 喬治木勒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他僅是 就是像我們講的 只要 他只是禱告而已 他就經歷這麼多次的應變 我們知道 我們剛才有提到 其實他在牧養那個 這個孤兒院 育兒院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跟人家開口 要經費的 但是他卻去做了今天 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要常常洗的 我們這個掛在嘴邊上的經文 就如同袁長老今天說的 這很熟悉的經文 但是我們通常忽略的 第二個 只要 喬治木勒是什麼 他只要 他只是去單單的 去做這樣的事情 去靠著禱告 去經歷一些事情 靠著禱告 使他的信心擴張 靠著禱告 去蒙受上帝的祝福 靠著禱告 去蒙受上帝的帶領 這是喬治木勒他的經驗 這樣的經驗 也可以在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們也可以說 禱告怎麼樣 禱告會改變 改變什麼 改變環境 改變人的心思意念 禱告 改變人 改變環境 改變人的心思意念 為什麼 禱告 禱告是會讓他的兒女 有一個平靜安穩 有一個謙讓的心 在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知道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是有福的 我們是要常常喜樂 但是 除了這樣子 他還把這樣子的特權 賞賞給我們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禱告可以改變 改變環境 改變人的心思 禱告同樣的 可以改變 也有可能是改變性格 我們都知道說 保羅 保羅教菲律比書的弟兄姐妹說 你們要有一顆謙讓的心 為了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在聖經上 在這個常常喜樂的前面 其實有兩個女人 就是菲律比教會的弟兄姐妹 不恆 甚至有兩個女人 她點出那個名字 彼此有紛爭 彼此誰也不服誰 但是 她講的要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然後要禱告 這樣一無掛慮 有可能他們對著 那個教會的事工 非常的熱切 與至於帶來不同的想法 在那邊有互相的爭執 但是保羅告訴他們說 要禱告 甚至是怎麼樣子 有一個謙讓的心 謙讓是什麼 謙讓其實在原本的意思 它其實有一個 合理的讓步 謙讓的人不是說 哇 我每次我都去堅持我的原則 而是他會去做出一個 退讓 我們可以講到說 為什麼禱告跟謙讓會有關 我們關心 其實你可以看到 驕傲的人 他容易心平氣和嗎 其實是不 你注意去 觀察或是我們自己 省思 有時候 我們煩躁不安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掛慮 有時候有可能我內裡 我的內在裡面 我是驕傲的 但我自己不知道 因為這樣子 沒有辦法喜樂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裡說什麼 我們可以在這裡說 其實 禱告 可以幫助我們 更容易是喜樂的 不只是謙讓 不只是喜樂 就如同我剛才前面講的 在這一段的 同樣這一卷書的 第四章後面 其實保羅是落在 在我們剛才也講的 什麼情況下 菲律比教會 弟兄姊妹 他們面臨到困境 但是保羅的困境 是比他們大的 但是他在這當中 他禱告 使他可以處在 任何的環境之下 我們可以說 如果沒有禱告的話 如果沒有在基督裡面 去想說 我們是上帝兒女的特權 上帝已經給我們 透過基督 給我們有尊貴兒女的身份 不只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沒有跟這個源頭 有一個連結 有一個禱告的習慣 進入到裡面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這些環境 這些缺乏 這些飢餓 這些不足的 我沒有辦法勝過 我沒有辦法勝過 是吧 可能我們就在當中我們的缺乏 在我們的健康當中 在我們的工作事業當中 在我們的婚姻情感當中 或在我的課業當中 我沒有辦法 用新的眼光去看待 我沒有辦法有一個平靜安穩的心 在這裡面 我們可能會隨著各式各樣的憂慮 加進來 忘記 祂只要我們做的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提到說 耶穌怎麼樣子 耶穌祂其實 某個程度來講 祂的事工是失敗的 為什麼祂被拒絕的時候 祂內心能有平安 除了我們知道的說 祂心裡是柔和謙卑之外 其實祂也是怎麼樣子 祂也是在主裡面是怎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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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知道 祂要在主裡面 只執行這個任務 執行任務 但是祂也在主裡面是常常禱告的 不是因為祂是屬上帝的兒子的時候 祂就擁有什麼 祂就擁有一切的權能 有祂有 但是祂還是在當中禱告 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禱告可以讓你在你現在的環境當中 讓人家看見我們的好行為 有沒有 會覺得說這個人為什麼看起來 就像我們講 為什麼有些人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是 我們也可以說 在祷告當中 在享受他兒女的特權的這個祷告裡面 讓我們去學會什麼 學會什麼 一無掛慮的禱告 一無掛慮的禱告 我們通常有 我有禱告 可是我的禱告真的能進入到一無掛慮裡面嗎 我們在今天的早晨可能一起來學習 我不只是禱告 不只是做他的門徒 成為禱告的門徒 我要學習的是什麼 一無掛慮的禱告 一無掛慮的禱告 不是說 哇 我百分之十的交托 我百分之九十的交托 是怎麼樣子 是完完全全的交托 一無掛慮式的禱告 完完全全的交托 我們想像一個畫面 吊單槓 你覺得吊單槓的畫面是 一根手指頭吊單槓 單個手指單隻吊單槓 還是雙個吊單槓 所承載的那個 舒適度來講 我們用以這樣子來比 是一根手指頭或大根手指頭 掛 掛著吊單槓 對我們比較好 還是完全的兩隻手 在這當中 哪一個比較輕手 對 那個畫質是畫格說得很好 有時候 單個的一個的吊單槓 要慢慢特集 單個的 反而是更累的 所以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不只是學習 很簡單的 經據我們都熟悉的 我們再一次來告訴我們自己 我只要禱告 而且呢 是怎麼樣的禱告 是一無掛慮式的禱告 用這樣子一無掛慮式的禱告 你現在在面對的試煉 我們每一個人的試煉 是不一樣的 其實 一無掛慮式的禱告 他把平安 在我們各式各樣 我們每個人各式各樣的環境當中 把平安喪失給我們 因為這個平安 讓我們往前邁進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阿姆的父母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我們知道我們是你的兒女 我們是何等的有夫 主我們也知道 我們是 在你裡面 埋留你的恩典 也知道 主 在你的恩典裡面 你把豐富給我們 但是主 有時候我們忘記 在這些豐富的環繞當中 我們忘記與你交脫 以至於 我們常常 失去 你所給我們的平安 所給我們的喜樂 但主 我們今天的早晨 透過這樣的經文 透過你的話語 告訴我們 主 我們願意在你裡面 再一次的 來到你的面前 不只與你對談 更是 完完全全的交脫 像孩子一般的 來到你的面前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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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有更多更多 被你的話語 被你的愛 被你的恩典 被你的平安所充滿 謝謝你愛我們 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圣明感恩 阿們 我們用 今天的這首詩 這首詩歌 來再一次的 恆求主的恩典 主 主的平安 充滿我 跟在這首詩歌當中 告訴神 主 我要在你裡面 不只享受你兒女的恩典 享受你的福分之外 我還要真的是 進入在你裡面 學習 完完全全的交通 因為我們是祂的恩典 諸貴的恩典 是祂的恩典 祂的恩典 比我的形狂 地明顯 我們是祂的恩典 眾 Show 這首詩歌當中 也快將 awards チー Tha 恩典 prom 颱辛 初詩歌, поним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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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请进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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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殿为我光面 再一次 祝我来寻求你的念 求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祝我来寻求你的宝殿 求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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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眼睛的眼光定睛在你永恒的里面 定睛在你永恒的恩典里面 以至于 谢谢你 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交托 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 一无挂虑的祷告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圣灵感恩 阿们 谢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